泰国军队诞生至今已有超过150年的历史了,二战时期曾作为日本的盟友而存在,后来成为美国的盟友,战后还向日本索要巨额战争赔款,如今泰国军队的实力,在东南亚国家中属于比较强的,综兵力在17万人,由于军队太强,所以泰国素有军人干政的传统,至今已有18位总统因职方政变而下台。 泰国和韩国一样,实行的是义务兵一致,所以偶尔还能在征兵现场看到南姐姐,两年服役后,退役军人将准入狱卑仪,如果泰国爆发战争,军队最高可以增加到了1537万人理论数字,实际上不可能增加这么多兵力,泰国的活力也承担不起如此庞大的军队,海军一共有7.96万人,六艘护卫舰, 三艘攻击舰和三艘潜艇是主要战力,泰国号称东南亚第一海军,拥有东南亚地区,唯一一艘航母,满载排水量1.15万多,不过,由于这些年来军飞紧锁, 刹克里纳旅贝特号航母已经很久没有出航了,连舰在机都封存了,如今刹克里纳旅贝特号航母成为旅游景点,只要有泰国国民身份,花钱买门票就能入店参观,成为军方创收的来人之一,空军是三军里人数最少的,兵力仅4.71万人, 一共分为四个航空时,泰国空军的主力是F-16AB战斗机,一共装备了36架,此外还拥有6架JAS-39英式战斗机,瑞典航空航天工业集团出品,是上世纪欧洲最好的战斗机之一,陆军一共有19万人, 仍在使用美国50年代的M41轻型坦克,2011年才向乌克兰购买了49辆T84导脸主战坦克,使得陆军的装备得到更新,泰国这些年来频频发生恐怖主义事件,陆军经常需要承担入城镇压暴乱的任务,主力是美军于60年代装备的M60A3主战坦克,美军早已换成了M1A2A3, 而泰国陆军依然仍在使用,一共装备了180辆,这些年来,中国军工也积极在泰国开拓市场,此前已签为一笔军购订单,内容为50辆VT4主战坦克,泰国未来或将再购买150辆,以强化陆军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